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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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在这边做Casting 选角导演 在Palladino Casting 然后现在的话我这边接了一些客户 也是比较主流 比较大的一些牌子 比如说汽车上面有丰田啊 大众啊 各种品牌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也是Fashion 然后还有 主流媒体 对 主流媒体 比如说Bravo 比如说其他NBC的牌子 比如说Oxygen HGTV 还有很多其他对 好 就是听你说起来是很激动人心的 因为在这些广告啊 这些影视剧和电视当中 有一个角色能跟他们一起表演 好像感觉瞬间就会有出名的感觉 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从最开始 一个角色你选好了 表演好了 你就有可能一不登天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 那作为选角导演 他的这个职责到底是什么呢 选角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选角的话其实是非常 就是听起来说 其实找演员啊 随便那个演员 随便怎么找都可以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而且是有一个选角的一个次序 有一个procedure 就是如果是选角的一个 从选角的一个次序来说的话呢 就是现在有两种 就是比如说要按咖位 其实来拍 有一种是office only office only 就是如果你是找明星的话 就很多比如说很大的一些片子 很多时候他是制片人或者是导演要求说 我想要找这个谁谁谁来拍这个片子 那如果这种明星的话 他们是不会就是没有空去参加一些 就是首次或者是第二次的试镜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是跟他们经纪人公司去谈讨这个合同 然后商议一些他们的具体的安排 然后我们这种的话是直接就是 我们会直接谈论一些合同 然后直接这种就是office only 但如果是比如说有些广告公司 或者是媒体的话 他们不需要明星 那我们就是有些比如说广告的话 他们就走程序 就是我们会从看剧本开始 然后看人物他们需要些什么 他们每个人物之间关系是怎么样 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商量说 这一个我们我们这边定每一个片酬是多少 然后还有需要的时长是多少 比如说有些广告他们是就是 要有一年或者是两年的一些周期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我们有自己的一个database 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资源库 然后资源库里面我们看我们自己信任的一些演员 或者是舞者 或者是其他特殊才能的一些人 我们会跟他们进行商量 就说看你们他们有没有空来试镜 然后试镜之后我们会有二次试镜 然后客户来跟具体看一下我们筛选下来的一些人 然后我们再进行最后的一个定夺 所以其实是挺复杂的 听起来这个选角导演也是挺专业的 而且整个流程也比较复杂 会有一些选角导演自己的数据库和资料库和筛选角色的一些要素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广告 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不要求大明星 他要求可能一些素人的表演 那这样的话就给了广大的这个爱好者一个机会 那比如说你们选择拍摄一个广告 这种素人你们是怎么来挑选的 像有各种内型啊 什么肌肉栏啊 小线肉啊 或者记忆型啊 你们给他们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要素来选择呢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要怎么说每一个广告都是不一样 就有一些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客户需要小线肉 那我们就要往那个方向找 然后我们往这个一般找的一个途径的话 我们要么就是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平台 比如说我们instagram facebook 我们都是会我们直接去搜索 比如说搜 hashtag 或者是从我们认识的某一个演员上演员或者是特定的 我们有看好的一些人去问他们 从他们的好友那边去搜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也是非常重要 社交媒体对于演员来说 演员或者是大家想出名的人 就是如果要展现自我的话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面 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方面去找一些素人 因为素人的话 只要如果他们是在社交平台上面的话 那他们就是看是有镜头感 有镜头感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很多 比如说你路上找一些 就是完全素人 就是没有在镜头前面出现过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个我们邀请他去试镜 其实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对 那素人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有兴趣 因为一旦上电影跟名曲演员的话 说不定就会一夜成名了 那素人是不是要求说 一定要长得特别漂亮 很好看 或者是还是说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因为很多其实素人的话 是主要是在广告上面 因为很多广告的话 他们是需要 主要是不要 不要长得特别漂亮的 其实因为就是要找一些 就是比较普遍大众的一个 一些人群 其实素人广告的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叫branded content 就是这种的话就是 就是有两种 一般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的话就是 比如说一个巧克力的 一个巧克力牌子 我们之前有做过选举 就是某一个巧克力牌子 他们要去找一些 喜欢这个牌子的一些家庭 去给他们打一些广告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找一些 就是真正喜欢 这某一个品牌巧克力广告的 巧克力牌子的一个 一些家庭 然后我们给他们 跟他们沟通 然后进行一些视频 或者是一些 见面in person的interview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决定说 哪一个家庭比较适合这个广告 对 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一个 牌子的一个特性 去找一些charity 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去做一些广告 有的时候会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一个 行车安全仪的一个广告 他们就找了一些 怎么说 就是他们就找一些慈善机构 就是需要用车的慈善机构 然后问他们说 如果是帮他们做这种广告 他们就给一些 送一辆车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就这一种的话 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会起到一种 就是让所有的观众 觉得这个牌子怎么怎么样 就是比较一个positive的一个想法 就有这一般的话 有这种这两种branded content 然后这种branded content的话 它需要素人的原因是 如果你找一个特别漂亮的 比如说一个手表牌子 你找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人 然后戴着手表的话 那大家其实这个关注点 就在这个人上面 就不在这个牌子上面了 比如说这是个男士的手表的话 他们会找 比如说手稍微苍苍一点 经历过一些 那个有一点点 就不需要特别完美 就是需要比较真实的一些人 或者是一些模特 或者是怎么样 这其实是还是每一个项目具体 具体来定夺的 对 那所以看来这个广告的选角和影视剧 或者是现场真人秀的选角 都会关注点不一样 重点的挑选的原则可能也不一样 那这样这个 我觉得这个选角导演 在一个整个的片子里边的 起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比如说角色挑的好 那整个的荧幕形象就不错 然后对于整个的这个电影 或者是影视剧的质量是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的 是吧 还有就是选角导演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职责其中之一 就是需要 就是我们的职责 就是要把这一个角色 找一个人完全 完完全全能够诠释这个角色的一个定义 就是有些的话 有很多这边亚裔的角色 他们是找另外一个 比如说另外一个种 或者另外一个类 另外就是不是一个很确定 不是一个很specific particular一个人来完全诠释这个角色 我觉得有时候是就觉得很尴尬 也是就是觉得就是 我作为一个亚裔的一个选角导演的话 我是不会认同 但是如果是我来做这样的片子的话 肯定是需要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亚裔的演员和选角 那其实我们也感觉到现在 因为美国的这个影视市场越来越多元化 越来越diversity 那么它需要各种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的人来表演 也机会得越来越多 那这对于亚裔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在美国的亚裔演员 对特别是现在所有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接手的一些 项目所有的广告啊 影视啊都是在需要在人种 或者是在文化上面进行多元化 然后还有就是inclusivity 然后如果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对于华裔或者是亚裔 其实所有人种 Hispanic 其他的Hispanic African American Asian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特别是 特别是广告的话 因为现在广告 它作为推出一个产品 它是希望受众群更广一点 就比如说你做一个车的广告 比如说它是希望肯定是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种族都能够就是看上这辆车 买这辆车 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target audience上面 其实是非常看重diversity 还有就是希望他们希望用他们自己 就是在选他们角色扮演者的时候 就是希望有各个人种 去represent他们这一个brand 所以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 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于他们来说 是 那您觉得说像现在这边 亚裔的演员 亚裔选角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有没有能够得到正常发挥 那他们在美国这边的演戏的 或者广告的这种前景会是怎样的呢 您给我们有观察和分析一下 就像我之前也稍微说了一下 就是现在其实这一2018年 特别是在信息科技上面 也是特别的advance 对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亚裔 对于在美国亚裔人演员啊 舞者啊 还有其他比如说是skater 或者是其他擅长 有自己特殊才能的人群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的话很多 有很有许许多多的 亚裔的制片人 我们现在接触下来 然后他们的话会 对于他们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 其实是有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诠释 特别是今年2018年 还有明年还有后年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项目 其实是我们特别的需要 也是特别看重亚裔的演员 舞者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对 所以我觉得是前景是其实挺好的 对 对以前可能就是说 很多片子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们为了选明觉 没有选到真正能够代表 这种族裔和肤色的演员 那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最近我们知道看 就是迪斯尼他要演一个 花木兰的这样的一部戏 大戏 而且选的是中国的主角角色 刘亦菲是吗 对 他们选的是刘亦菲 然后就是我觉得的话是 主要他们那个时候选 因为现在的话 像之前因为 Ghost in the Shell 这那一个事件 大家也是议论非非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选了Scarlett Johansson 作为主演来演一个 亚裔的一个角色 大家其实觉得就是一论非非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一个选角 他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选角 选角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因为那一个事件 大家其实对于选角这一方面 也是特别的敏感 也是特别的 因此也是特别的注重 所以在迪士尼 他们选那个花木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选角 是比较重 也是比较好选刘亦菲 因为刘亦菲的话 他自己背景 就是跳舞啊 唱歌啊 什么都行 然后如果 然后迪士尼的话 花木兰 其实他们这么一个 用一个中国的演员 来演一个中国的角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例子 对 是啊 所以感觉现在呢 在这边的亚裔演员 好像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一些大片啦 他都会挑选一些亚裔的演员来主演了 那对于在美国 在东海岸的这些亚裔的演员和扮演者 你会给他们作为一个选角导演 你能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忠告 让他们有机会能被你选中呢 这个话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即使是素人的话 就是如果你想要走上演艺的这个道路 第一点是演技要好 要有镜头感 因为如果你自己自身 基本功没有做到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让你上镜的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 所以第一点就是要 基本功要扎实 然后要去学一些专业课 然后要自己知道自己有几分分量 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其实另外一点就是 现在信息科技特别发达 所以其实大家出名的这个方式 其实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在Instagram上面 建一个账号 然后自己发一下 发一些自己 比如说平时 比如说舞者 平时自己练舞的一些信息 一些视频或者怎么样 我们都是看的 就是如果是你自己 我们都是上Instagram 比如说找一些舞者 直接搜 hashtag dancer hashtag dancer New York City 我们都是会去 就是专门看一些视频 或者怎么样 所以其实是出名现在 就是的话比以前 对比以前的话 其实是概率很大了 对 对是 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 现在是一个信息变换的时代 就是年轻人这种传递信息 和接受信息的方式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广告和影视 它也有不同的这种 传递和被人接受的方式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多的 把自己的一些特色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影片呢 做的一些广告啊 放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 然后就会有机会被你们看到了 是吗 还有另外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就是 要be yourself and speak up 所以就是要做自己 如果你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在镜头面前 或者是让别人发现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发现不到你的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作为casting director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也是要找 一个找一些演员 或者是他们需要有有趣的灵魂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比如说 如果你整个人不有趣 没有特殊 没有闪光点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 而且如果比如说 我们最后举荐你 最后你被选上的话 大家其实合作 也需要合作愉快嘛 对吧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采访到了 米笑张 一个年轻而优秀的选角导演 给我们大家来观察和分析了 在美国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选角导演 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的流程是怎么样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小秘密 就是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广告的重要演员 成为影视剧的重要参与者 那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 米笑 谢谢 Thanks for having me 我现在还是在 Palladino Casting这边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有负责 很多很多亚裔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在负责 Casting The Shed 它是一个在纽约 Hudson Yards周边 新开的一个Art Center 然后他们去每年 新开的第一部大戏 我们现在在做进行一个负责 然后我们现在在找 比如说亚裔的会跳舞 会做亚裔的一些Broadway stage performer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进行练习 对 我会做亚裔的一部大戏 对 我会做亚裔的一部大戏 我会做亚裔的一部大戏